请问要想修行,作为一个妻子,当丈夫有性要求时,作为学佛的妻子是应该拒绝还是应该横顺众生而顺从她? 因为佛陀在经上讲,淫心不除,臣不可出。请法师开始。 但是,学佛就是在自己这个角色上做好样子。 您是为人妻,就要做好为人妻的样子。 这当中就是要学会横顺众生,随习功德。 横顺众生跟自己修行会不会冲突呢? 实际上不会有冲突。 有冲突的都是自己,心量不够大,心地不清净。 那么怎么办呢? 就需要求三宝价值。 愣言经上讲,淫心不除,臣不可出。 这是讲我们要求出三劫,必须断淫心,淫念。 不能贪测。 这种欲望。 有贪浊,你当然就难以出三劫了。 因为三劫六道,爱运是根本。 那么我们往生西方,也是要放下隐喻心。 但是世上不妨碍。 这是夫妻之间对方,他有这个要求。 我们自己,如果是坚持,所谓自己要羞耻的话,对方起烦恼。 菩萨所在之处,能令众生生欢喜心,不让众生生烦恼。 你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名分,那只好随缘了就业。 可是自己呢,心里可以念佛,保持心底清净。 这是功夫,这是智慧。 平常,多请敬教。 往生西方的信愿,就能坚定。 这些世间的滋味,就不会呀,对你有任何诱惑的力量。 真正深信欠怨求生净土的,不论在什么境界,他都不会动摇往生西方的决心。 祝福了。 谢谢。 感谢观看